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伟廷 刘律师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原本的工作 可能都在办公室里面 现在有非常大的改变 很多人都变成了居家上班 这样的状况 在居家上班期间 我们可能涉及到这些 回到家里面 要不要提供电脑 办公设备 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人 他的工作状况 因为疫情的关系变得改变 他可能原本进到医院是很安全的 可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医院变得很危险 那我们的主管 我们的公司 是不是应该提供给这些劳工 一些防护测试呢 来让这些劳工免于 受到这个染疫的问题呢 这个都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雇主对于居家工作者的设备 环境提供 以及职安的一些相关的义务 那我们来跟大家 先举一个例子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有一个员工叫千询 他受雇在一个雇主 叫做汤婆婆 受到他的指示 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要改成居家工作了 那千询平常都是使用公司的桌上型电脑 就到公司去工作 而且要做所谓的报表 资料分析 这些工作内容 然后呢 他回家里面 家里呢 没有桌上型电脑 他本来自己有一台笔记型电脑 可是刚好送休 哪知道疫情来得这么突然 就变成要居家上班了 他变成没有任何电脑 在家里可以使用 那该怎么办呢 千询就跟汤婆婆说 我目前没有工作可以使用的设备 汤婆婆你可不可以协助我 买这个电脑设备 例如说借给我使用 或者是公司的电脑 或者是谁的电脑可以借他使用 那汤婆婆居然跟他说 你自己看着办 那大家看看问题来了 这个电脑设备 或者是居家上班的设备 因为工作所需要设备 到底是要劳工自己买 还是雇主必须要做提供 那就会产生很大目前容易产生的争议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从民法里面的规定 首先第一个民法483条之一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雇主如果你在受雇人就是员工在服劳物的时候 生命身体健康安全有受危害的话 雇佣人必须要提供必要的预防 必须要提供必要的预防 还有在劳基法第八条有规定说 雇主你对于雇佣的劳工应该预防职业上的灾害 建立适当的工作环境跟福利措施 有关安全卫生福利事项依照法律的规定 再来职业安全卫生法第五条第一项也规定说 雇主你让劳工从事工作的时候 应该要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采用 必要的预防措施 避免劳工发生职业灾害 在这几条条文规定我们都可以看到说 其实法律都有课语雇主一个义务 你让劳工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让劳工在安全下工作 所以对于劳工的生命身体安全 你必须做一个重要的保护 如果发生了意外 就会算在你雇主的头上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些民法 劳基法或者是劳动安全卫生法规 对相关的规范 那我们刚才有跟各位提到 像我们之前就曾经遇到这种案例 就是本身我们是一个派遣业者 常常会派遣人员到医院里面 去提供这些劳务的服务 例如说清洁啊 或者是运送啊 运送一些物品啊 原本医院是很安全的 所以没有这些需要去做防护的问题 可是啊前阶段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可能非常多的染疫者 都到医院去做快筛去做检查 或甚至就在医院做治疗 医院也发生院内感染的情形 那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跑去医院工作的这些工作者 是否雇主也应该提供他 包括防护衣啊 手套啊 酒精啊 这些消毒设备啊 如果没有提供 你还一直要求你的劳工 去做这样子的服务的时候 如果不幸让你的劳工染疫 也算是一种职业灾害 也是对雇主要刻意义务跟处罚的 所以要告诉各位就是 在这一阶段当发生这种有染疫 有涉及到身体安全的时候 雇主就必须要提供这些 相关的安全防护设施了 好那我们呢 在还有一个劳动部 他所提供的居家工作职业安全卫生指引 里面有提到说 雇主啊应该会同这个居家工作者 跟工作环境 跟执行业务的时候去评估 他可能遭遇到的安全卫生潜在的危害啊 身心啊这些健康 去做一些评估 那评估以后啊 在合理的范围内 也必须要采行必要的防护措施 那让这个劳工他虽然在家上班 但是可以安心的在家上班 又或者他的工作环境 必须要有涉及到这个安全 或感染的这样的危险 能够都予以调整 让他可以顺利的这个安心的可以工作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所谓的居家工作 职业安全卫生指引 那里面就已经有规范到一些 当你让员工居家上班的时候 除了刚才所讲的 你必须要这个防范 有产生职业危害风险 他虽然在家上班 但如果居家上班有职业危险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做一些防护 接下来就是你必须要提供居家工作者的设备 设施 允许居家工作者 可以安心的在家里面 好好的工作 那包括提供电脑 显示器 键盘 滑鼠 甚至如果需要列印 还必须要提供所谓的印表机 那再来呢 居家工作者 如果没有办法在正常的工作场所 有相对完善的工作环境的话 那甚至对这个资安操作 可能有一些安全等等的疑虑的话 雇主甚至还必须要提供 必要的资源或者是协助 像过往就有提供 例如说雇主另外去租这个饭店的房间 让他的劳工可以在饭店的房间 去提供劳务 因为有的劳工可能自己的家里 是不适合工作的 可能家里有一些小孩子在活动 或者是家里居住环境 是这个很狭隘的 根本连办公的场域都没有 那这种状况下 甚至雇主就必须要另外去提供 另外一个安全的环境 让劳工可以去工作 好 那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一些规伴 包括说雇主对于居家工作的 劳动的特性 例如说要到这个劳工 去做一些必要的教育训练 例如说我们现在改成居家上班 那你这个居家上班 可能产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或是危害啊 你也必须要对劳工做一些教育训练 来提升他们有这些 防害这个危险的 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知识 然后让他们具备 安全卫生的一些基本的这些职能 好让这个劳工 他知道说居家上班 可能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那再来还有就是针对这些居家工作者 如何执行 他们的居家工作可能有一些危险性 那你提供这个设备设施还要规划适当的坐席 时间维持良好的身心状态 就是我们除了去防御啊 这个劳工可能遇到外来的意外啦 外来的感染啊 也对于他这种身心状况啊 也必须要予以注意 像我们都知道啊 因为改成居家以后啊 从办公室到家里面休息 就是一秒钟的时间 因为都在家里面 也没有上班的距离 所以很多的劳工 变成整天24小时都在工作 那这种状况 其实对于劳工的身心影响非常重大 这个去年啊 这个很多的这个国外 都有这种研究的状况 因为国外封城的关系 所以导致这个劳工居家上班 是长达一年以上的时间 那就非常多的劳工 反而因此过劳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适当的调配自己 上班跟下班的这个情绪跟时间 所以这部分啊 也要要求这个雇主特别注意 劳工因为居家上班 可能在身心的调整上面 也必须要做一定程度的去注意 或者是去做一些改善 那另外呢 关于这个居家工作 他们所使用的传输设备啊 或刚才有提到说 可能他们要做一些资安的维护啊 这些新的这些改变 也必须要提供这个教育训练 给这些劳工 让他们可以妥善的去使用 新的这些防护设备 以免这些资安外泄 或者是以免说在工作上面 因为居家上班而遭遇到其他的危险 再来呢 在我们的居家工作职业安全卫生指引里面 还有提到说 必须确保居家工作者跟主管之间 还有同事之间良好的这个沟通 鼓励同事之间保持非正式的交流跟联谊 这部分啊我也觉得是蛮重要 因为居家上班以后 同人之间彼此见面的机会变少了 只有工作上面的交流 那过往呢 如果在办公室 大家坐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除了工作的交流以外 也很容易有一些 私底下情感上面的交流 友谊的交流 那因为居家上班可能没有办法了 所以会要求说 雇主是不是也提供一些 像我们过往 像律师事务所里面我们就提供同人之间约定一个时间 例如说下午的两点到四点 全部的同人一起上线 那大家在这个线上里面 去聊一下大家彼此现在的生活方式 也让彼此同人之间有点抒压 以及让彼此了解其他同人这段期间 生活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改变 那在防疫的期间是怎么去度过的 那都让彼此心灵上面除了工作以外交流 在工作以外的也能有一些交流 那让大家情绪上面 在防疫期间也都能够顺利的这样子度过 那接下来呢 这个安全指引里面 这个参考指引里面还有提到说 居家工作者也可能面临居家工作 远距上课的家属需要照顾 那同时间就变成 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里的人 雇主可以的话 尽量的让这个劳工 他的工作时间跟作业进度 能够有一些灵活的调配 而不是让这个劳工绑死在这个工作上面 例如说家里的小孩子 可能就会随时跑来找妈妈 虽然你是在工作期间 可是毕竟小孩子不懂 他还是会希望黏着妈妈 那妈妈就变成必须要边照顾小孩 又边工作 那当然希望雇主可以给予这样子的工作的人员 更弹性的工作时间 更弹性的工作环境 不要一直要求说 你不能够去照顾你的小孩 你只能认真的工作 就算你小孩在旁边哭闹 你就让他哭闹 那这种状况下是非常没有符合人性 也让这个劳工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 没有办法好好的全职在做这个工作 所以要需要这个雇主跟劳方 都能够去做一些调整跟配合 能够让整个这个居家工作能够更顺利 那最后呢 雇主还必须要建立适当的追踪管理 跟安全卫生的机制 掺着这个居家工作者 他的反馈回来的意见 去做一些滚动式的调整 让大家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居家上班的状况 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居家上班期间 可能面临的这些劳资的状况的一些问题 所以最后啊 我们来讲 刚才一开始 我们所讲到这个案例 千询啊 他因为居家上班 没有工作上必要的设备可以使用 汤婆婆啊 依照刚才所讲的这些指引跟规范 是必须要提供千询相关的协助的 例如说帮他购置这些电脑设备 或是去租用电脑设备给千询 能够让他顺利的来工作 如果都不愿意提供这些设备 而千询也确实没有办法工作 法律上面你也不能够苛责千询 或者是因此让他不能领薪水 因为在法律规定里面 劳工已经有提供劳务的 这样子的意愿了 雇主就应该要受领这样的劳务 而是因为雇主没有办法提供设备 让劳工来提供劳务 那是雇主的过失 并不是劳工的过失 所以劳工还是可以请领他的薪资的 希望今天这个案例 对大家能够有一些帮助 谢谢